我們要在這一節繼續來看選民曠野四十年 没有吗 那我用这支也可以 没有关系 没关系 上面没有开 好 没有关系 感谢主 反正我声音大 好 那我们继续 来看选民在旷野当中的路程 我们之前有说过 我们要从他们的路径当中 跟着他们的脚步 来走这一趟的路程 所以再次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图 大家已经看到 现在自己都会画了 好 谢谢你 好 那这个路程图 其实也蛮简单的 反正到最后 就是一直在绕圈圈 好 所以红海 所以从埃及下来 好像越画越糟 都没有进步 好 所以我们讲过 经过马拉 经过以林 然后进到征战的立飞定 好 那从立飞定 我们讲到立飞定 立飞定就继续往下了 所以立飞定在往下 就到了他们第一段旅程的终点 就是西乃山 所以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 出埃及记的十九章 第一节 这里说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 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就来到西乃旷野 所以他们离开了立飞定 来到西乃的旷野 就在山下安营 所以到了这一段旅程之后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 所以在这里 他们留了比较长的时间 我们之前有说过 这个叫做为奴之地 所以虽然他们人多 人多但是没有用 没有组织 没有观念 而且没有认 对神的认识也很浅薄 所以神知道这样子的乌合之众 一个骂 这样的乌合之众 是进不了迦南地的 为什么进不了迦南地 迦南地叫做流乃与蜜的美地 不是吗 所以你喜欢 你喜欢人家迦南 迦南人他也喜欢 所以在那块土地上 能够存活下来的迦南各族 都是非常强大的 然后你这一群奴隶乌合之众 想要进迦南 你会被人家消灭 所以在西南 是给他们建立组织 然后给他们建立信仰 跟建立生活的方式 使得这一群乱七八糟的人 开始学会怎么样成为一个 整体的民族在行动 所以没有西乃山 就不会有后面的征战迦南 所以为什么今天教会 非常重视这些 各项的训练活动 我们可能来参加的人 不见得有感觉 我们就来就参加睡地板 然后有好吃的饭菜 上完课感谢主坐飞机就回家了 然后还觉得说 这一次感谢主很不错 只是机票贵了点 但是你知道主办的教会 为了一次的活动 它要花费多少的经费吗 我以前都不知道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接手 大专班NYTS的时候 然后他们问我说 我们要不要给青年印讲义 我说印啊 印啊 印啊 结果他们说好 三千 三千块 三千元 我一听到说三千元 不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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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以前上课这样一本一本的讲义 隐蔭费三千美金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从来没有想过 以前的NYTS的兼职员 我们曾经赔了三千元 我听了心这样一揪 我想说可能负责人不高兴 花了这么多钱 拍一拍我肩膀说 感谢主 值得 所以教会当中 花了很多的时间 精神 人力 资源 来举办各式各样的训练活动 他的目的就是 让你在西南预备好 上去就可以征战迦南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在西南山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 其实今天晚上玩岛会的时候 我都觉得猪传道要害我 我好不容易走到西南山了 然后你就一定要在 之前的前一堂 来讲西南山下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你可能是故意要害我的 好 我没有关系 好 反正以后看 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害到你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西南山上跟西南山下 这写错字 在同时间西南山上跟西南山下 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们来看西南山上有什么事 好 来 我们请翻到初外集记的第20 我们先看第19章好了 19章 19章的第 我们看第 哪里比较好 我们看第16节 16节 他说 他说到了第三天 山上有雷轰闪电 密云脚身盛大 营中的百姓发战 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 都站在山下 18节 西南全山冒烟 因为神在火中降在山上 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 遍地大大的震动 第19节 脚身渐渐的高而又高 摩西就说话 神有声音答应他 摩西就 神降临在西南山顶上 神招摩西上山顶 摩西就上去 好 现在 神要面对他的百姓 在西南 神要正式地 面对他所选招的百姓 所以在这个 非常轰轰烈烈 神在烈火当中降临到西南山上 以色列百姓看到之后都震惊害怕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看出外集集的24章 第一节 神对摩西说 你和亚伦 拿达 亚比户 并以色列的长老的七十个人 可以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第二节 唯独你可以亲近神 他们却不可亲近 百姓也不可以同你一起上来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细节 你如果仔细看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分了好几个不一样的阶层 西南山神在山顶 以色列百姓只能留在山下 然后七十个长老到山腰 然后约书亚在这里等待 只有摩西上山面对面与神说话 你现在看得非常清楚 他是一阶一阶的分开的 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信仰是最公平的事情 但是你的公平跟神的公平是不一样 我们现今的公平什么叫做公平 大家都有 大家都得到 就叫做公平不是吗 我们家小朋友有一次参加学校的运动比赛 结果好高兴啊 回家来说我有奖牌 结果全校每个小朋友都有奖牌 回来以后告诉你我们班第二名 他们有第一名第二名跟第三名 所有的参加的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就是第三名 人人都赢大家有奖 所以那个宣布的时候 所有人都上去领奖 大家一起来 你会发觉说其实我们美国市的公平越来越有趣 美国的公平现在变成大家都有 你看那个小朋友发奖品 大家都有 每个都很好 人人都得奖才叫做公平不是吗 你有没有发现随着我们的社会越进步 你有没有发觉我们越来越像共产党 大家都有啊 每个人都一样啊 今天所谓社会上的公平就是人人都有叫做公平啊 信仰的公平不是这样啊 信仰的公平是神给你一样的条件 就是神在山上等你 这是最公平的地方 但是你上不上的来 你要自己负责的 我们有时候发现你如果看主耶稣的记录 你会发现一件事 但是主耶稣常常只带谁 只带三个 只带彼得 雅克 约翰 只带三个 如果是在今天我们所谓的先进社会里面 主耶稣会被人家骂死啊 你歧视啊 你不公平啊 你偏心啊 你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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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里面从来不讲这些 问题在你为什么跟不到 所以主耶稣上山 彼得 雅克 约翰跟上去了 问题在你为什么不是跟上去的其中一个人呢 所以信仰的公平不要一直去检讨神 因为神一直都在山上等你 但是以色列人只有惧怕 所以他只有留在这里 这种是害怕中的信仰啊 哎呀 不行啦 我不能犯罪 好想犯罪喔 不能犯罪啊 神会打我啊 这叫做害怕中的信仰啊 七十个长老说在神面前吃吃喝喝 观看神的荣美 这叫做得福气的信仰啊 但是走到山顶上 这个叫与神面对面说话 所以这就是信仰路上所讲的公平 好 这就是在西乃山上所看见的 我们继续看一下 在第十九章 我们看回来 第十九章 出外籍记的第十九章 第十节 第十九章 这里说 神对摩西说 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 今日明日要自节 又叫他们洗衣服 在这里 山上 要神降临 要面对神有几个准备的功夫 是对他们所有的人都一样的 第一个就叫做捷径 所以神跟摩西说 你叫百姓要把自己捷径 捷径之后才能够来见神 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在信仰 在聚会当中常常去谈到 就是 像我们之前有讲 神召我们要成为圣洁 在圣殿门口 在会幕门口有洗手洗脚的洗镯盆 神选招摩西的时候说 脱下你脚上的鞋 因为这个地方是圣的 所以我们发现说 其实对他们的要求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 从洁净开始 然后第二个 捷径比较不用讲 捷径讲太多了 我们看十九章的第五节 我们从第四看到第五好了 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都看见 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第五节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做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所以你要跟神在这里面 你要神降临 与你建立关系 第一个你要学会洁净 第二你要跟神立约 什么叫做立约 立约就是两照当中彼此的同意 建立有彼此应当负的责任 就能够得到同意的好处 因为有约所以你就跟神有关系 你如果没有约 你就跟神没有关系的 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闲杂人 就是其他的人跟着他们走 他们不是埃及人 他们也不是以色列人 就是趁着混乱逃出埃及 跟着以色列人一起跑掉的 这一群人后来出现两条不一样的路 有一种就是规划进入以色列家 就成为以色列人 那个就叫做与以色列立约 规划成为以色列人 拜以色列的神 最有名的你们最近都在学 就是路德 路德是外邦 路德是摩押人 他是规划进入以色列家 然后拜以色列的神 所以虽然他的皮肤是不同色的 但是因为有一样的神 所以他被接纳成为以色列人的 有些人却不愿意规划进入以色列 所以就在这一条道路上面 逐渐的就被淘汰掉了 就不存在他们的文化 没有了 就没有了 这些人就没有了 所以立约是有责任的 是你有必须要负的责任 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 也是在跟神立约 当我们走入信仰 我们跟神说 我愿意做这些这些这些 这是你的立约 那只有按照约定而行 你才能够得到那个立约 所应许给你的奖赏 来第三 摩西到山上做什么 领受律法 这是神带他们到西乃山 让神亲自降临摩西上山的主要目的 得着律法知道对错 了解神的心意 你才能够有神继续与你同行 成为你生命的主 其实你看 以色列人生命的核心是什么 我有请你们画图 做功课画图 有的画都真的很不错 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 下一堂课再讲 我们先做一个很简单的图 其实方向是不太对的 没有关系 其实意思是一样 所以以色列的支派 环绕着会幕 所以会幕是他们生活的中心 会幕里面有至圣所 至圣所当中有约会 约会的中心有十戒的法板 你仔细想一想 你仔细想 以色列人整个的最核心的信仰 最中心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诫命哦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进入了新约 诫命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们之前有说过 在约翰福音 主耶稣说 你若爱我 你就会守诫命哦 因为我们的神是有秩序的神 所以任何一者 任何的行动 任何的活动在神面前 如果失去了秩序 就看不到神的同在 什么意思 像我们这一次活动当中 大家有收到 请你不要怎么样 请你不要怎么样 有一个那个生活 我们要注意的事项不是吗 你如果来的时候 就是带着一个态度说 我这个年纪的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能把我赶出去吗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来的 带着这种态度 我可以不用来 你可以来跟我说 我们请那个麻烦教会的信徒 我带你去迪士尼就好了 因为你得不到什么 你遵守规定 并不是因为你怕我们 你遵守规定 是要向神表达一个 我很谦卑顺服的态度 所以当你遵守规定 神就降临 所以教会里面 它的规定 不管你喜不喜欢 或认不认同 你不认同 你可以提出来讨论 可以讲的 可以讨论的 但是如果这是教会的决定 你就学习顺服 你不是顺服我 你也不是顺服某一个 这里的工人 你是因为尊重神 所以我愿意顺服 所以当神看到我们中间 有规有矩地尊重祂的身体 就能够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动工 所以西乃山神将领 有这三件大事 要洁净自己才能预备见神 神将领是要与你立约 跟你有关系 但是得着律法 你才能够知道神的心意 好 这个是在西乃山上发生的事 当西乃山上在最属灵的一刻 我们讲说摩西上山四十昼夜 面对面跟神说话 西乃山下又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三章 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三章 对不起 三十二 三十二章 第一节 百姓见摩西岩池不下山 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 对他说 起来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好 在这里出了大事 西乃山上所发生的是 最属灵 最重要 最圣洁 神的亲自降临 十九章的时候告诉我们 说神将领威严荣华 大家恐惧战惊 结果只经过四十天 四十天 神还在那里 神还在山上 神在山上 摩西在山上 结果四十天之前 恐惧战惊 四十天之后 开始拜偶像行淫乱 这叫什么 这叫做习惯就成了自然 原本雷洪闪电 好可怕 神太伟大了 结果四十天看了 通通通通一直是雷洪闪电 四十天看了就是这样子 其实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当你习惯了 你就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故事 那个约会要掉下来了 结果有一个叫做乌撒的 就用手去扶约会 对不对 结果呢 当场击杀 乌撒为什么会用手去扶他 因为约会放在他家 放得很久 圣经里面说至少二十年 所以我说习惯就成了自然 看久了就觉得没什么 原本可能刚刚到他家的时候 哇 约会耶 哇 神同在耶 哇 太属灵了 都不敢过去 结果啊 发觉每天走过来 走过去一看 三年 五年 十年 他就躺在那里 也没有啊 突然啊 哇 雷红闪电 天使出现 哇 神降临 没有啊 所以在习惯当中就越来越不把神的约会当一回事 约会要掉了 推回去就好了 所以他终于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看到约会显神机就把他击杀 所以要小心啊 有时候人在时间当中会对神失去敬畏 那所以在这里讲说 40天之后 他们去找亚伦 那我说 摩西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死在山上了 亚伦是以色列的宗教领导者 他是大祭司 原本应该是大有荣耀的 但是其实神一直都不喜欢他 你看从一开始 如果不是摩西一直要求一直要求 神根本不用亚伦的 所以亚伦其实是尊荣 侍奉工人当中一个很负面的失败例子 他被赋予了 他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 大祭司 但是你发现说 为什么神不喜欢他 其实在这个时候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神原本是要击杀他 神是当场要把亚伦杀掉的 我们如果看生命记的第九章 生命记的第九章是摩西的回忆 第二十节 说神也向亚伦盛事发怒 要灭绝他 因为在这里亚伦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失败的领导者 他的问题在哪里 第一个软弱 在哪里软弱 对错 没有对错 对错上软弱 当以色列百姓给他压力 亚伦是一个不喜欢压力的人 所以人家跟他讲说 你要想办法 你要想办法 亚伦你要想办法 所以他就 我没有办法 我投降 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没有担当的工人 但是你没有担当 你放弃你的职份 不代表你没有事情 你可能讨好的人 是不是 亚伦帮他们弄个金牛 大家都好高兴 亚伦你好棒 你讨好了人 结果这里讲说 神圣发怒要杀他 要灭绝他 所以亚伦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承担责任 跟面对压力的勇气 他没有对对错坚持的能力 这个其实问题很大 因为对亚伦来讲 没有所谓的对错 只要能讨好你们 我都可以 所以神很生气 你是属灵的领导者 百姓来到你这里说 我们要拜偶像 我们要拜偶像 神所赋予你的责任 应该是严严的责备他们 但是因为亚伦怕人的声音 当百姓在喊要 定死耶稣 定死耶稣 圣经里面讲说 众人的声音就得胜了 然后彼拉多就把耶稣交给他们 虽然彼拉多洗洗手 这个害死这个人的罪 跟我没有关系 你看我有洗手 你洗脚都没有用 你这个叫做自我心灵的安慰 没有啦 神不是我 你看我有洗手 你骗谁 所以他一样要付出代价 他一样在害死救主的事上有份啊 所以在这里是亚伦的第一个软弱 第二个软弱叫做逃避啊 第二个软弱叫做逃避啊 因为当摩西下山以后啊 你看这一段又被诸传道讲掉了嘛 对不对 你看我多委屈啊 你看当摩西下来很生气 然后就要摩 算了 这个他讲过了 他看到亚伦 他对亚伦说什么 他对亚伦说 你这做的是什么事啊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 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32章 22节 摩西很神奇啊 21啊 摩西对亚伦说 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 你竟然是他陷在大罪里啊 我们看第22节 他说亚伦说 求我主不要发烈怒 这百姓专于做恶 你知道的嘛 所以问题在哪里 所以亚伦说 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啊 因为你看24节 他说 我把金环丢在火中 牛肚就跑出来啦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 这么厉害啊 你们啊 以后回家可以试试看啊 我把那个面团丢到烤箱里 碰 面包就出来了 其实在这里啊 他用了两个方法来逃避责任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知道 他就跑出来了嘛 拿了一堆的金子 收一收 我一扔 金牛就跑出来了 他讲的喔 以色列的大祭司喔 摩西的哥哥喔 他说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有时候我们用不知道当作 自我逃避责任的借口啊 但是和西亚书里面告诉我们 他说啊 我的百姓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 你弃掉知识 我就要弃掉你做我的祭司啊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信耶稣啊 信了很多年还是我不知道啊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有很多年 作为信者的神 我们不能用这个误言 我还没有知道更好 你为什么信耶稣 不知道 你为什么在耶稣教会 不知道啊 你我家买亲的啊 这种信仰都是完蛋的啊 然后第二个呢 他们害的 他说你知道 这些都是作恶的百姓啊 其实啊 这是人类的劣根性 从一开始就开始 不是这样子吗 神对夏娃说 神对亚当说 你做这什么事 那个夏娃 他不是讲 他还不是讲那夏娃 他说 那个女人 原本是 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一有状况就是 一有状况就是 那个女人 转过来 夏娃你做这什么事啊 那个蛇 神没有转过来说 你做这什么事啊 所以人的劣根性就是 总是想要把责任推给别人 但是要逃避遮掩 罪过的是不会横通的 所以亚伦在逃避他的责任 圣经讲说 神对他非常愤怒 神想要当场灭绝他 灭绝 用灭绝 所以你看后来 其实亚伦几乎 没有什么 神对他没有什么 任何的 没有什么吩咐了 没有什么价值 这个工人还是在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虽然后来还是设立大祭司 然后教他的孩子怎么样侍奉 但是他其实已经不在那真正 离神很近的侍奉行列里面 好 这是亚伦的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圣经里面讲说 说百姓因为非常的混乱 变成一个笑话 在外邦人当中的笑话 因为他们走过的路都强调说 我们拜的是独一神 他们所到的地方都告诉大家 我们是不一样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是圣洁的 结果现在闹出这件事情来 其他的人说 你们跟我们没什么两样 我们看回来 出外几记的第32章 第25节 25节说 摩西见百姓放肆 亚伦纵容他们 使他们在仇敌当中 被击刺 26 就站在营门口说 凡属神的到我这里来 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 27 他说他们说 主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个人把刀跨在腰间 在营中往来 从这门到那门 个人杀他的弟兄和临摄 与同伴并临摄 28 另一位的子孙照神 到摩西的话 行了那一天 百姓中被杀的 约有三千 现在摩西要处理这个问题了 其实这件事情处理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 因为神是准备把 所有的以色列人 全部涂抹掉的 所以神很生气 神和摩西讲 你容着我 我不要了 所以在神的列路临到之前 摩西先进来处理那个问题 其实这个要告诉我们一件事 你不处理 神就出手处理了 你先处理 你才有机会求神的怜悯 这不只是讲教会 也可以讲家庭 也可以讲我们个人的信仰 当你发现你自己的信仰生命当中 有了破口 你可以不断的安慰自己说 没有啦 应该没有那么严重 都是我那些坏朋友 害我的 你拒绝处理 到有一天就是神出手来处理 但是有时候神一出手 有时候出手是很重的 所有聪明的你都是 先赶快自己处理 先赶快自己解决 然后再回头来说 对不起 然后因为你的努力 面对自己的软弱 神就怜悯施恩典给你 所以摩西先处理 还有一点时间 这件事情约书亚就没有做得很好 约书亚记里面他们不是去攻打艾成吗 结果输了 圣经里面讲说 约书亚从早到晚披麻蒙灰 痛苦啊 祷告哦 其实那一次祷告 神没有悦纳的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说 有问题祷告 祷告 祷告 祷告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想说 约书亚这样 哇塞 整天的祷告 神应该是 好啦 赦免你啦 应该是这样子吧 神没有 神跟约书亚说什么 神跟约书亚说 起来啊 你趴在那里干什么 神没有说 你的虔诚感动了我 没有 祂说起来啦 不要祷告了啦 起来啦 为什么 祂说以色列人犯了罪 去处理啊 你不处理 你不面对 你就是我拼命祷告 拼命祷告 这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你什么时候要祷告 你什么时候要祷告 是你知道你要处理 但是你没有力量 或勇气去处理的时候 你要求神加添你力量 而不是把祷告当作一个逃避的方法 我已经祷告过了 应该没关系啊 所以神跟约书亚说 不要祷告 起来 起来 祂说以色列人犯了罪 拿了我吩咐他们不可以拿的东西 然后说你若不处理 你说我不跟你们同在的 神没有说因为约书亚祷告得很努力 祂就当作没看到 继续跟他们同在 没有去处理问题 所以摩西看到了问题 就去处理了 他到了营中喊了一句话 他说属神的到我这里来 他说这所有的人里面 就只有立位之派过来而已 立位之派其实是被咒诅的之派 为什么被咒诅呢 创世纪里面因为立位跟西勉乱杀人 所以雅各就咒诅他们 说他们是不能够在弟兄当中分土地的 失去土地的盼望 失去应许的盼望的 所以原本立位之派 叫做被咒诅的之派 但是在这里当摩西喊说 属神的到我这里来 所以他们就全部聚集在摩西的后面 按照摩西所说的 拿刀跨着腰间跨着刀 走遍营地杀自己的弟兄跟同伴 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过去的历史 会觉得说好残忍喔 真的需要这样吗 是你的弟兄耶 但是这里摩西说杀你的弟兄 就是杀你的弟兄 在我们今天的信仰当中 这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今天大家都有家人 所有我们所在乎的人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是要去讨好神 还是要去讨好我们自己的家人 请问你的选择是什么 以利侍奉神一辈子 结果神说 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 夺走他们祭司的职份 他说你后代的子孙要做乞丐 你们所有你家族里的男丁 到中年全部要死 很可怕 非常可怕的咒诅 一个侍奉神一辈子的老人家 怎么会得到这种结果 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 他的儿子污秽这个会幕什么 做一大堆乱七八 他都当做没事 怕他儿子生气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当然我们都有自己在意的人 都是由我们自己很爱很喜欢的人 我们自己的家人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兄弟 兄弟姐妹 但是当讲到神的公义的时候 有时候你必须要做选择的 你要拼命保护自己的人 不管他做了什么 他都是我这边的人 你是没有办法站在摩西的后面 所以摩西还说属神的到我这里来 就是不管要做什么 我都把神放在第一位 如果今天是我自己的弟兄 或我自己的家人 在出问题 我是尊重神 按照神的旨意来 执行我该做的责任 因为立位人是配着刀 四处行走 杀那些犯罪得罪神的弟兄 因为对他们来讲 神是第一 所以从一个被咒诅的支派 神说立位人要赎我成为我的 我所专用的支派 他们还是不可以分土地 一样没有产业 但是现在咒诅成为祝福 因为神说立位人当有产业 我神就是他们的产业 一个支派命运的转变 就是在当摩西喊出属神的到我这里来 他们聚集在摩西身后 我们一起同心跪下来祷告 对不对 有安排对不对 有安排在祷告的 好 那我们一起同心默祷 好 那我们在诱深 来说